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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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彻底被困了 自驾游来西藏现在被困在小区里出不去了 刚刚做完核酸 现在小区是不让出不让进 如果买东西的话需要联系物业 哎 我们的东西还够吃四五天差不多 一个礼拜差不多 接下来可怎么办 现在的拉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的公共场所现在全部封闭 每一个人都是在居家隔离 好在前段时间我们在拉萨租了房子 如果说在户外扎营的话 哎 这下就麻烦了 也不知道那些自驾游的在停车场扎营的朋友 现在怎么样了 有一件事还是让我很欣慰的 就是去年来西藏做一次核酸 八十一百 今年在拉萨居然做了一次免费的核酸 三天两头到我们小区来做核酸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赚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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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5号 每年到这个时候 815 这个中国墙里边都会这种傻叉呢 会特别的多 而且呢 会这个特别的疯 所以呢 生活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外门呢 在今天这两天这个日子呢 还是要多注意 不要轻易的被这种傻叉呢 去祸害 这话题呢 狗哥今天呢 就不多聊了 今天呢 主要说这个中国最新的经济状况 这个呢 也是这个中国广大的红狼们 他们自古以来是最感到自豪和这个最有信心的 在中国时间的今天上午 中国官方的统计局 它是公布了这个最新的啊 就是中国7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 这个具体的数据 具体的数字 狗哥呢 就不详细的说了啊 因为对于很多网友来说呢 你像这些数字性的东西 它可能呢 也比较这个抽象 还有枯燥 大家呢 先来看一些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 在这方面啊 这个呢 是美国华尔街日报 它的标题 中国7月份经济数据疲软 中国央行时隔半年再度下调关键政策利率 它这儿 标题里的关键词呢 就是疲软 现在呢 这个呢 是路透社的报道 说这个经济数据令人失望 中国下调关键利率 所以呢 你像这些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 他们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差不多了啊 就是中国官方他今天公布的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呢 是很差劲的 然后呢 中国政府呢 就马上出手下调利率啊 进行降息 它是这个继续放水 要对这个经济呢 进行刺激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啊 就是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这三个月 中国的经济表现的是很惨的 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魔都大上海是封城了两个多月 整个这个长三角地区也受到严重的祸害 那以上海为核心的这个中国的长三角地区 对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这个呢 就不用狗哥再多说了 大家呢 肯定的都明白 所以呢 在今年第二季度 整个上海还有这个周边地区的封城 等于是一下子就把整个中国经济啊 它打到了这个衰退的状态啊 在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是中国的这个第三季度 本来这个中国政府呢 它是希望在这个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呢 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强的反弹 因为你像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封城呢 它那也结束了 但实际发生的状况呢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七月份 它的经济数据啊 是出乎意料的疲软 而且呢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官方统计局 它公布的这些个经济数据呢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稳中向好 里边这个水分呢 都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呢 现在它即便是中国官方统计局 它公布的这个数据 显示呢 都不好 那大家呢 就会知道 实际的这个状况呢 肯定是要糟糕很多 大家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路透社报道里边 对这些数据的一些概括性的解读 第一 是这个七月份的关键数据啊 比六月份放慢低于预期 也就是说呢 中国政府它期待的这个第二啊 第三季度的这个经济反弹 也就是在六月份上海封城结束以后 它呢 也就是反弹了一下下 反弹了一小下 然后呢 在这个七月份马上呢 就又软了 又不行了 第二个要点 是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在七月份是达到新高 这个话题 狗哥在几个月之前的影片里呢 是比较详细的聊过 那就是中国年轻人现在有大量的是失业 找不到工作的这个状况 当时狗哥还聊了这个状况 可能会在中国引发的严重后果 当时这个中国年轻人这个失业率 如果狗哥没记错的话 是在18%左右 那现在 中国官方它公布的这个七月份最新的年轻人失业率是达到了19.9% 马上就这个20%了 这个呢 也属于是这个稳中向好 稳步上升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中国年轻人里边啊 每五个人里边呢 就差不多有一个 它是处在这种失业的状态 没工作啊 没有这种稳定的收入 刚才给我说了 实际的状况肯定比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呢 它还要严重 然后这个路透社它概括的第三方面 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呢 是继续完蛋啊 没有投资 房子呢 也卖不掉 房地产价格呢 继续往下掉 这个呢 就是中国经济它最新和现在的状况啊 总而言之 概括一下就是 中国官方它期待的这个在第三季度经济有一个强烈反弹 这个呢 已经是这个完蛋了啊 不会有了 所以呢 现在这整个一年 这个中国经济它肯定呢 也是完了啊 中国政府它在年初宣布的那个5.5%的GDP的增长目标 早就已经是成了一个笑话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笑话 关于中国经济 它的发展还有走势 狗在以前的影片里呢 已经是讲过很多了 今天呢 也简单的再概括一下 就是本来这个中国经济呢 它就处在这个下行的轨道 在疫情之前 它就是这样 那进入疫情以来这两三年 中国政府它的各种的这个剧烈的瞎折腾 各种封城 闭关锁国 这个呢 一下子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是加速打到山谷底了 而且呢 这个山谷底下呢 还有地狱 而且呢 可能这个地狱呢 它还是这个18层地狱 所以呢 可以继续的往下掉 这个呢 就是狗狗关于中国经济它的这个简单的概括 也就是说呢 本来中国经济啊 它就在下行 你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啊 你不去进行各种瞎折腾啊 比如说 你不跟美国去打贸易战 你不搞各种封城闭关锁国 你没有那么这个剧烈的去瞎折腾 像这个互联网啊 像教育培训啊 等等这些行业 那中国经济的这个稀伙呢 它肯定呢 会漫步少 甚至可能说呢 它还有转机 但是呢 这个实际情况是经过过去这两三年 它各种剧烈的这种瞎折腾 导致现在呢 一下子就出现了这个加速稀伙的状况 这个呢 就是在今年中国经济它的状况 所以呢 最近这些年 特别是中国在进入这个战狼时代以后 加速啊 这个呢 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美国认真去出手 根本就不需要美国很认真的跟中国去竞争 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政府 自己的各种瞎折腾 就能够自己把自己搞死 当然了狗狗这么讲话呢 是有点这个开玩笑啊 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文明世界 跟中国集权体制的这个竞争呢 还是必须要认真的 而且呢 非常有必要全方位进行认真的竞争 今年最直接影响这个中国经济呢 就是中国严格清零 闭关锁国的这个所谓的疫情防控政策啊 刚才说 在今年第二季度这个上海封城 一下子就把整个中国经济呢 是打到这个衰退的状态 那最近 还有这个现在 中国最新的这一轮疫情的状况 大家是不是也都这个听说了不少啊 海南是封岛了啊 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西北地区 包括新疆 甘肃 青海啊 还有这个西南的西藏这个大片 现在呢 也是爆发这个所谓的严重的疫情 然后当地政府呢 就进行了各种风控 今天你们看头 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视频呢 第一个 是最近这个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 走著名的318国道 他们要开车去青海 去西藏旅游 结果呢 在路上遭遇了这个大堵车的状况 第二个视频呢 是好多人他们好不容易这个 到达青海和西藏以后呢 又正好是赶上这个疫情 遭遇了这个大封城的状况啊 所以呢 也没法继续旅游去到处玩了 只能呢 是被封在当地免费做核酸 大家呢 来看看最近中国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说的就是中国大西北 还有西南 包括西藏 四川的一些个状况 是大环线旅游圈彻底凉了 敦煌将全域静没 游客连夜出城 大柴弹得令哈疯了 道成雅丁排查 川西紧张 新疆西藏海南返回 多地直接隔离 他这说的这个大环线 是在这个中国的大西北 很著名的一条这个旅游的线路啊 这个大环线再加上这个新疆线 西藏线 那这些旅游线路在中国的这个夏天呢 都是非常这个火爆 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现在咔 这个所谓的疫情 它一起来 各个地方呢 都是这个马上封城 马上封路 各种管控 那肯定 这些个热门旅游线路呢 一下子就凉了 大家呢 都可以想象啊 这个状况 对经济的这个杀伤力 它会有多大 很多网上都知道 你像中国的这个大西北 这些地区 还有西藏 本来这些地方的经济呢 都是这个很落后的啊 旅游业 对这些地区呢 它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你咔咔咔 因为这个疫情防控 这些线路呢 它都是这个彻底凉了啊 这个呢 就是今年中国经济 它这个加速熄火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这个非常严厉的疫情管控 那今天对于这个中国经济 狗哥呢 也不想讲太多的大道理 更不想讲这个太抽象的数据 狗哥呢 重点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比较感性的 比较直观的信息 首先呢 大家来看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啊 也是在最近最尴尬的国师胡锡进 他在昨天发了一条微博啊 但是这条微博呢 现在在老胡的这个账号里边呢 已经看不到了啊 应该呢 是他自己在后来删掉了 叼盘的这条微博说 某地的两位公务员告诉我 他们从去年底开始薪水下降了 预计在今年全年呢 要减少近三分之一 老胡说呢 不断有一些地方 公务员降薪的说法 不知道这种情况 它的蔓延程度有多大 一些企业呢 也出现降薪啊 至少在人们的印象里呢 如今这种降薪 或者说通过减少福利 实际降薪 已经不是很个别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中国公务员降薪 企业降薪的这个情况呢 甚至说已经是引发了这个胡锡进 它的强烈关注和忧心重重 所以呢 大家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国经济 它已经是糟糕到什么地步了啊 因为中国网友们都会知道 在中国墙里边 收入最好的群体 最不会受委屈的群体 就是政府的公务员们 对不对 那现在连很多地方的公务员群体都降薪了 是不是就说明中国很多地方 它的这个政府呢 真的是没钱了啊 实在是没钱了啊 那自古以来这个最强大 最牛叉的政府都没钱了 中国其他行业的这个状况 大家呢就更可想而知了 对不对 当然了这个胡锡进 他发这条微博的主要目的呢 还是要叼盘啊 还是要给这个中国红狼们灌输 这个所谓的正能量 因为这个老胡他的最后说了啊 说这个中国经济啊 有无穷无尽的发展潜力 最近这些年 我们一直是蒸蒸日上 人们对美好生活 有旺盛的息迹与追求 是在推着经济往前走 薪酬也会随着水涨船高 相信一场疫情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说这个中国社会总体薪酬水平 还会逐渐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呢 老胡这条这么有正能量 这么有信心的微博 他最后呢 还是自攻了 他自己删掉了 大家说 这个呢 是为什么 大家呢 现在再来看一些比较清醒的中国网友 他们现在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还有感受 有一位这个喜欢阅读 喜欢思考 喜欢写作的中国网友说呢 现在 中国著名的小商品批发中心 义乌也封城了 全球供应链会再一次遭受重创 这次倒霉的是全球的小超市和小商品市场 那中国浙江的义乌在全世界小商品市场中的地位 大家呢 肯定呢 是都听说过 最近这个义乌呢 太封城了 这个网友说呢 供应链啊 这个东西 它本身呢 是非常敏感的 中国长期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凭借的就是稳定可靠的输出 几十年的积累 培养了全世界一大批稳固的客户 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 这些客户 他们呢 是不会去自找麻烦 寻找新的供应商的 因为对于国际贸易而言 一个互信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比省一些采购成本要重要的多 但是呢 中国频繁封城的状况 导致这种来自国外的信任呢 正在消失 这网友说呢 不是这个中国的工厂呢 不努力 也不是中国的商人呢 不诚实 而是因为他们遭遇了 他们自己无法抵制 也无法控制的事 就是这个 疫情管控里边的这个突然封城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这样的事呢 并不会被国外的客户所理解 你要想这个 给这个身处每天都几千几万例 感染地方的人去解释 就是这个 中国人去对外国人解释 为什么中国会仅仅因为几粒几十粒感染 就要封城 这个呢 是无法取得对方共情的 而这种不可控的封城 突然呢 就会让风险呢 是放大的 无穷大 毕竟在这个 全球高速物流的时代 没有人愿意花费很多金钱 去承担很多风险进行囤货 而一旦错过销售剂 损失不可估量 所以呢 这个基本的商业风险控制 就会告诉外国客户 至少需要寻找临时性的替代供应商 比如说去这个越南啊 去印度这些市场去找 如果这些替代供应商足够好 那就不是临时了啊 中国工厂的这些老客户一旦失去 想要再请回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最后呢 这位中国网友说呢 一代人的奋斗就这样 在短短的几年内消融了啊 这个呢 就好像烈日下的血一样 无奈 无情 他最后的这句话呢 让狗哥这印象呢 是特别的深 他在这主要讲的是 这个中国疫情管控 对外贸 对经济的严重的冲击 会导致大量 原本在中国的订单呢 会流失了 其他的国家 狗哥要说呢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他整体的发展进步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国家 他要实现这种重大性的变好 不管是在这个经济 还是在社会整体发展上 他要实现这个重大的 向好性的发展 经常呢是需要经过好几代人 这种艰苦的努力 还有奋斗 但是呢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他一旦是走错路了 他一旦是开始堕落了 那经常呢 是在这个几年之内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呢 就会这个完蛋 是这个很快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个 中国的加速堕落 加速完蛋的这个 很不幸的 这个时代和阶段 之前中国三十多年的 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经济奇迹的成果 最近两三年以来 就在加速 完蛋 现在呢 就是这种现实 还有一位这个中国网友 发帖子 是在昨天 狗认为呢 他讲的也不错啊 他说呢 中国人的富裕啊 主要呢 就来自于加入了这个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加入WTO 全球化的大市场 才让中国人 真的赚到了钱 但是现在呢 好多中国人 已经是忘了 在以前啊 甚至说 在二十年前 中国经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时候呢 不要说你吃肉 连饭都没得吃 他说呢 就是大家认为 现在比较好的 这个猪三角 在2005年之前 都有大把的人 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他呢 还讲了这个 在以前猪三角地区啊 广州 深圳 东莞 现在这些这个 黑牛叉的地儿啊 这些地区在以前这个社会治安呢 是很差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经济太差 太穷 那后来 中国再加入这个WTO 经济大发展以后呢 这些地方的治安呢 也就跟着这个变好了 因为主要原因呢 就是大家呢 都有工作了啊 都有这个正规的渠道 去赚钱了 所以呢 这个治安呢 也就变好了 最后呢 他说呢 这个中国人真正吃饱饭 变得有点钱 其实呢 就是最近这十来年的时间 但是呢 现在那么多的人 那么快 就已经忘了 曾经的苦日子啊 说这个现在 好多中国年轻人 整天在喊这个抵制外企 不让这个外企赚钱 这个说这个三星要滚出中国 没了中国市场 三星很快就会倒闭 这网友就问 现在 中国墙里边呢 是没有这个三星手机了 但是人家三星 倒闭了 妈 很多网友都知道啊 已经滚出中国的这个三星呢 他当然呢 是没有倒闭啊 他不但没倒闭 人家这个三星手机 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个市场份额呢 是占第一 比苹果都强 反而是这个中国红蓝们 曾经力挺的华为手机 在中国墙外边呢 现在已经是基本上看不见了 要这个倒闭了 华为手机 所以呢 情况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中国经济 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 他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 他是整整两代的中国人 他们不要命的去奋斗 不要命的去工作 不要命的去赚钱的结果 但是呢 这种经济的发展呢 是已经被最近几年来的各种瞎折腾 搞的是这个加速熄火了 加速倒钞的效果呢 他就是这么明显啊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啊 拜拜 拜拜